最近TikTok在北美地區 是面臨被禁止的命運 不過母公司最近 還推出了另一款App 甚至還登上了 下載榜的前十名 可以看到就是這款 它叫做Lamonate 它其實有點類似現在的小紅書 而且它被認為有可能 就是這個小紅書的英文版 甚至還被說是這個小黃書 不過它就因為和這個小紅書一樣 Lamonate是強調它的生活風格 非常受到年輕人喜歡 當中的主打像是旅行 美妝或是時尚等等 很快就在這個年輕人之間 是流行開來了 而根據統計 目前日本是下載量最多的地方 那麼像是東亞也有不錯的成績 而目前全球的下載量 是來到了1600萬 不過可以看到 它們是主打當中推薦的功能 其實和TikTok還是有點不同的 它們是主打圖文的部分 也讓使用者 可以激起它們購物的欲望 不過剛剛提到 TikTok其實面臨被禁止的命運 可以看到它們裡面 最近其實也正在 大量曝光Lamonate的飄籤 也被外界認為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母公司 自己的跳動 它們正在為北美市場 來留下後路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